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愛呀 Happy Thursday 又到星期四 又是Julic3個網上版上傳播的時間 上星期三個演員最厲害的女寶 終於登場 董場看到她流了好水 但卻不知如何叫她過檔好 正當煩惱之際 突然有一個人笑淫淫 就跟她說 老闆 憑著我三寸不爛的肥蠍 我就可以哄到女寶過檔來幫你打天下 得女寶得天下 你想不想要 你又想不想知道究竟這一個是什麼人 又用什麼計劃可以哄到女寶過檔 馬上去Julic3個網上版 話說董場看到女寶愛不釋手 她的武功得到不得了 但又不知如何叫她過檔的時候 幸好有這個人 及時贈了她兩句 老闆 只要有我出手 一定可以幫你拿她回來 董卓一見 哦 原來是你 這個人 名字叫李叔 當時已經跟著董卓賺食 在中郎帳的位置 董卓就問她 有什麼這麼厲害 可以哄到她過檔 沒有老闆 你也是collector 專門藏明畫 古館 clicklicklick花 什麼鬼都有 總之又多錢 又多古靈精怪 堪稱是三國collector 我聽聞老闆 你有一隻很棒的馬 那隻馬叫做赤鴿 Red Rabbit 很值得駕駛 一天走一千里 還省有過那些核然車 老闆 如果你想得到呂布 不如這樣 給我一隻赤鴿馬 我拿著一隻赤鴿馬 一定可以幫你把呂布回來 董卓就心大心誓 哇赤鴿 很珍貴 不知道多少年才可以做到一隻赤鴿 很捨不得 你等一會 然後她就問她的軍師 李如 李如 李叔說 找一隻赤鴿馬 就可以哄到呂布回來堅定留 李如就笑笑口跟老闆說 老闆 你要得天下 還是要保持著赤鴿馬 你得了天下 不單止只是Red Rabbit 簡直是七彩蝦條姐姐 紅橙黃綠青藍子的兔仔 你都可以拿回來 是不是有傻 嗯 嗯 董卓想了 是啊 所以 甚至 好 沒問題 董卓就繩了一匹赤鴿馬 再搭多幾千兩黃金 和整條浴造的腰帶 給了李叔 希望這些禮物 就可以哄到呂布回來 話說那幾天之後 李叔就拿著赤鴿馬 一車二車的黃金 那麼夜明珠就送到呂布駐守營寨那裡 那當然啦 還沒進到營寨的時候 那些兵已經攔著李叔 李叔就跟那些兵說 我來見我老朋友呂布 麻煩通傳一聲 那些竹仔就通知呂布 呂布一出來的時候 哦 咦 李大哥 別來無讓 呂布又捉著李叔 很開心 看到那些舊的朋友 喂 你現在在做什麼 在做什麼 李叔跟他說 我現在在做中浪將 先派而已 聽到弟弟過來朝廷那裡 又幫忙維持治安 正所謂康扶這個社職 真是開心死了 大家一起可以 共建美好的將來 我自己是很少騎馬的 但是呢 認識人又有一筆正東西 故意拉著一筆美馬送給你 旅部看見 哇 真的挺漂亮的 大哥 這筆叫什麼水 李叔就跟他說 這筆厲害了 這個名字 有一個翻名叫做 Red Rabbit 赤兔馬來的 一天吃少少 走一千里 這筆是鼎鼎大名 蘇格蘭場 非工業用 國際線路 自動溶雪 十六蛙老 豐油太 赤兔馬 Red Rabbit 當時來講 簡直是一級方程式 法拉里車隊的級數 李叔就繼續落嘴頭 這筆簡直是上山下海 平地雪地沒有問題 包不會線胎 簡直站上去之後 車尾燈都看不到 旅部見到人送一部法拉里給他 眼金金浸 哇 真是好正 整筆漂亮 一點雜毛都沒有 由頭到尾 每一條毛都是長一丈 那麼多多 高成八尺 馬聲好像獅子那麼響亮 簡直有紅雲的人群聲 起步三秒幾 簡直快到沒有朋友 突然間有人送這麼貴重的東西給旅部 旅部自己都不好意思收了 你送這麼漂亮的東西給我 我怎麼報答你 李叔就跟他說 我們是義氣子女 哪會計這些東西 在我家都是浪費的 這麼漂亮的馬 當然要配英雄 難道會配我嗎 你拿去吧 旅部無意為報 好 多謝你大哥 你既然這麼難得來這裡 做弟弟 都要請你喝一杯水 先不要走 一起喝一杯 喝一杯 喝一杯 喝完的時候 李叔就開始試他 李叔就說 哎呀 這麼難得才見到弟弟 不知道會不會見到你爹 旅部跟他說 哎呀大佬你醉了 我爹 晨早就蓋了旗 升了天 還哪裏 李叔就在這裏 嘻嘻嘻嘻 哎呀我都知道 我不是說你親生那個 我說你阿爹 丁緣 旅部突然間面色就一沉 就開始透露他心底的說話 唉 我都認他做阿爹 我留在他這裏 都是迫不得已的 你猜我真的想留在這裏嗎 看他樣子都沒有鬼用的 李叔就打蛇隨君上 當然啦 弟弟看你的樣子 升得盡徹得不得了 帥哥 沒有朋友 怎麼可以寄進去那裏的地方 外面那麼多好路數 你發一份訊息 周圍也有很多人請你 正所謂 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要金得金 要銀又有銀 女人 哎 簡直是easy job 旅部越聽就越不開心 唉不要說了大哥 都是自己的幻仔黑 總是找不到好路數 李叔就笑著跟他說 正所謂良琴摘木而妻 現身摘主而是 正所謂早轉早享受 遲轉又虧兩舊 女僕就遮住 李叔是不是真的好路數 你又在政府裏面打工 你覺得哪一個值得去投靠 李叔就跟他說 還要問嗎 當然是我現在的老闆 董卓 董卓的人 人又仁慈 又仗義 英雄豪俠 最喜歡招攬周圍的賢士 想法又分明 遲早一天 天下都是他的 哎呀 女僕聽到 我都覺得董卓都可以投靠 但是沒有門路 哈 賣門了 李叔聽到 有人英了 突然就啪一下兩下手指 Hey Come on baby 那些金棒就一箱一箱的東西 就推去呂布前面 打開蓋 哇 突然間幾二支Sport 射到他的眼睛 差點射過去 原來全部都是金銀珠寶 李叔就叫了所有金棒 走走走走 我有話跟他自己說 喂 弟弟 不要說我不贏你了 其實董大人 很狗養你這個大名 他知道你又打得 又英俊 那隻Red Rabbit 其實不是我的 我先問他先 是他想送給你 當是小小心意 那裏布 原來這個世界上 有人這麼欣賞我 哎呀 那怎麼辦呢 那我怎麼可以 報答董大人 好容易 我已經廢鬼事 畫公仔 畫出場 董大人 又想你 過檔 過來幫我們 你看 我 蠢到死 又不能打 又沒有腦 我都撈到個中狼帳回來 哇 你過到檔的時候 不升價十倍 我打閉腳都不相信 正所謂魚不過檔 不會肥的 呂布 這麼多筍東西在這裡 來了 不用想那麼多了 立刻過檔吧 呂布就有點不好意思 是啊 我也知道 我馬上想過檔 但好像不好意思 呃 要不要做些見面禮 等董大人 過檔的時候都好看一點 你知道嗎 你叔叔就笑淫淫跟他說 大 易如反掌啦 見面禮 就是你 哎呀老爸 呂布 想一會 哎呀老爸 哦 人蠢真的是這樣 要想一會 啊 我明白了 但沒問題 我幫你今晚搞定他 我搞定了個丁元 斬了頭的時候 我就帶他去董大人那裡 自然就有見面禮 哎呀我真是好聰明 這樣都被我想到 李叔叔真是頂不順 他就說了 真聰明啊 呂布 你這麼難你都想到 快快手吧 不要等太久了 攤太久了 就變了 呂布就說 哎呀沒問題了 我今晚就幫你搞定他 到了晚上二間的時分 呂布已經拿著把刀 就衝進他 哎呀老爸那間房間 丁元一見到 喂 契仔 什麼事啊 夜貓貓不睡覺啊 呂布就跟丁元說了 爹 我想 有少少要求 想拿一份見面禮 什麼見面禮啊 哦 就是你的頭 你的頭 頭 一撞下了 然後就大聲喊 我堂堂大丈夫 在這裡跟你打工 真是影衰我啊 就拿了一個人頭 接著就跟所有周圍的人說 現在這個丁元 不仁不義 我已經殺了 想跟著我有好路數的 全部跟我來 到下一日 神禁組 呂布就拿著丁元那個人頭 啊 確保新鮮 衝去見了 李叔 李叔當然是 忍見了 董卓 李叔就跟老闆說 老闆 我都說憑著我三寸不爛的肥雪 加上你那隻赤兔馬 搞定啦 現在在外面等著你啦 還搭多個人頭 見到高大威猛 他的打手呂布正式跟著他 這個動作又很會做 一個戰步就扑在他前面 然後就跪在那裡 拿著呂布 哎呀 今天真的得到將軍 簡直是我的福氣 好似幼苗得到一些甘露一樣 那樣 呂布都為之感動 扯著他的手 扶起的董卓 哎呀 不要這樣啦 是我應該跪才對的 老闆 如果你不嫌棄的話 請受小孩一拜 我叫你做乾爹 行不行啊 爸爸 爸爸 兒子 爸爸 兒子 爸爸 兒子 董卓見到 今天得這個乾爹不得了啦 你穿上銀色規格不得了啦 銀色不適你啦 弄一套金的他 自此之後 董卓得到呂布的幫助 哇 勢力越來越大 簡直現在是打橫行啦 封了呂布為騎刀為中狼將刀亭侯 他的軍師李如就勸老闆董卓就說 上次有人就趕我們 今次我們直接搞這個廢皇帝的大會了 好嗎 好 沒問題 董卓又搞多次派對 今次這個呂布就拿著幾千兵 就跟著董卓賺食了 又是exactly一樣啦 喝了幾杯 接著又叫停音樂 董卓就拔劍 就說了 現在我們看朝這麼暗躍的時候 就因爲這個皇帝無能 我很欣賞陳流王非常之有potential 我現在董卓就propose 要立這個陳流王為皇帝 廢了現在這個少帝 所有卿家 你拜不拜我的條條 之前已經不敢出聲了 現在有個呂布洞在那裡 還敢出聲 哈 真是有一個人在那裡出聲 那個就是袁少了 袁少挺身而出 就罵這個董卓 現在這個皇帝都沒做過事 你就說他廢 放明你想反他 袁少也拔起他自己把劍 接著就跟他說 肥仔你把劍來一點 還是我把劍來一點 沒比拼過 不知道誰來的 究竟這兩位當時的渣費人 誰會輝贏呢 綠死誰手呢 下星期 巧克力三角網上版 繼續揭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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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